是厚醬貝果 然後就會把它塗滿 接著貝果鋪滿 切片愛文芒果 香氣四溢 在裡面一點點添付一些空隙 焦糖餅乾增加口感 一刀切下 從捧面看 芒果透著微微光澤 和奶油膠質 我手上的這款芒果貝果 它是連鎖品牌 新推出的季節性商品 不過它除了是新品之外 背後和它一起聯名的 正是今年剛入圍金曲 最佳新人的樂團 芒果醬 你們剛剛有抓到那個貝果 有感覺到好像Q彈嗎 有有有 芒果醬立志成為 台灣跟食物相關的樂團第一 日前舉辦試吃會 四名團員到場 超過五百名粉絲 想想這限量的四十個名額 芒果醬最初聽到這提案 一口答應 但在口味調配上 來回三四次 最終決定以這首歌 作為設計發想 QQ的貝果代表生命的堅韌 人生總會碰上挫折 因此奶油加點味噌 鹹甜鹹甜 像是淚水和汗水 不過只要肯努力 總會嘗到甜莓果實 就是每次都開會開兩三個小時 然後跳很久 那最後終於我們獲得了四個團員一致 就是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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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有金取的加持 就是銷售破壞一定沒有問題 同樣野玩聯名 鏡頭接著前進宜蘭 超大套房除了有大片榻榻米 庭園外的滿滿綠意 一覽美景 限定套房專案 除了入駐就送 顏雅倫旗下品牌餅乾 當作迎冰點心 還有同款餅乾 二創的提拉米蘇能品嘗 顏雅倫旗下的枯起餅 做一個品牌上的合作 特別挑選我們這個餅乾 來給我們高層次的客人 有個不同心的感受 也預期成長約10%左右的業績 兩個品牌 臭小搭上夏季商機 加上有明星人氣加持 玩花樣拼創意 抓準粉絲買單 TV 熊華山 張美君 台北宜蘭 參報道